大的一块肌肉 竖脊肌 依然呢是从四个方面对竖脊肌进行一个讲解 分别是位置功能肌痛点症状 以及竖脊肌的处理方法 虽然说它很大很复杂 但是呢最后你听到最后 我们这个处理方法呢是非常的简单 好我们首先来看竖脊肌的位置 竖脊肌的位置呢它是很复杂 因为它涉及的肌肉比较多 它从下面呢是起于底骨的背面 从上呢是到达整骨的后方 充填于脊肚与内脚之间的深沟内 这个地方呢也是有也是竖脊肌的 但是这个图上没有做出来 然后从底骨呢直至整骨 它是一对强大的伸脊柱的肌肉 它的总数呢是起于底骨的背面 腰椎的肌突 卡脊的后部 以及胸腰筋膜 胸腰背筋膜 脊肤呢向上 由内向外逐渐分为三个并列的 三个重型的脊柱 外侧呢是卡内肌 分别呢是腰卡内肌 背卡内肌 还有向卡内肌 中部呢是最长肌 分别为腰背最长肌 还有这个颈最长肌 头最长肌 内侧呢是脊肌 分别呢是胸脊肌 颈脊肌 头脊肌 分别呢指于肋骨 肋脚的下缘 颈椎 还有胸椎的横突 肋骨的乳突 以及颈椎和胸椎的肌突 其中呢以最长肌 是最强大的 肌肌呢是最薄弱的 这块肌肉啊这么复杂 其实呢你如果记不下来也没关系 你就记住 它是从后背 从上到下 然后整股后方 下面呢是到底股的背面 然后我们记住 它能产生什么症状 最后呢我教给你 怎么去轻松的处理这块肌肉 就可以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功能 如果这个梳脊肌一侧收缩的时候啊 它可以使脊柱向同侧侧区 脊柱向同侧侧区 如果双侧同时收缩的话呀 可以使头和脊柱后身 可以使头和脊柱后身 好我们来重点看一下 它损伤以后造成的肌痛点 在后背中下的肌肉当中呀 最有可能生有肌痛点的呢 就是胸对肠肌和胸卡内肌 胸卡内肌 还有胸对肠肌 胸卡内肌呢 它可以向头侧和尾侧 向上向下都能够传导疼疼 而腰卡内肌和胸对肠肌呢 主要是向下 向下向尾侧去传导疼疼疼 位于中胸椎高度的胸卡内肌 生有肌痛点的时候呀 它有可能向上传导 传导到肩部 向外呢 它能够传导到胸臂这个位置 如果呢 出现在左侧 你看胸臂这个位置 有可能会被误认为是心脚痛 其实呢 是可能是竖脊肌出了问题 出现在任意一侧呀 它产生的疼痛 都有可能会被误认为是胸膜炎 位于下腰椎高度的胸卡内肌呢 它产生的肌痛点的疼痛 向上穿过肩胛骨 向前呢 它能够绕到腹部 向下呢 它能够覆盖腰部 从背部肌肉传导到腹部的疼痛 有可能呢 会被误认为是内脏出了问题 下胸卡内肌的疼痛点呢 也可能位于腰卡内肌里边 因为两者呢 在这些部位呢 互相的重叠 位于上腰椎高度的腰卡内肌的疼痛点呢 它向下传导疼疼痛 集中在臀部的中间 而且呢 经常是单侧的宽关节的后部疼痛的原因 卡内肌的纤维组织炎 是腰痛的常见原因 位于下腰椎高度的胸对肠肌 胸对肠肌的这个疼痛点呢 它向下 强烈的传导这个疼痛到臀部 然后如果臀部疼痛的这个情况呀 很多人经常会忽略 是胸对肠肌引起的 因为它太靠上了 上腰部靠近最长肌 尾端线维内的疾痛点 向尾端的脊节脊椎传导疼疼痛 向尾端的脊节脊椎传导疼痛痛 但是呢 它的仍旧局限在腰部 也是腰痛的一个肌肉性的一个原因 它这么复杂 我们总结一下 其实也很简单 就是如果素脊肌损伤以后 会出现哪些症状呢 它有可能患者出现不能久坐 不能久站 还有可能出现弯腰疼痛 弯腰疼痛啊 不一定都是素脊肌出现了问题 但是呢 大部分都是素脊肌出现了问题 它出现问题呢 有可能是远发 也有可能是带肠 但是你去松解素脊肌的话 效果都很好 还有呢 可能漱口刷牙 一直弯着腰的时候 会产生一个疼痛 那么素脊肌损伤以后呀 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呢 我们处理方法呀 很简单 你看我们刚才已经总结了 你看它的疼痛点出现的部位 它是从下到上 那么我们就找最关键的地方 最关键的地方是什么呢 一个是腰底三角这个位置 腰底三角 还有呢 腰肋三角 腰肋三角 你看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肋骨下这个位置 腰底三角 还有呢 再把它的上头可以处理一下 肩胛的内上角 甚至呢 下向线 你都可以处理一下 所以说呢 素脊肌 虽然你看着复杂 但是呢 我们处理的时候 很简单 你可以用0.5乘75的原理针 然后你可以让患者趴在那里 趴平 趴平以后呢 你看它两边 哪个素脊肌 哪个位置鼓起来了 鼓起来的位置 不就说明它有乱缩吗 我们就去处理那个位置 重点呢 就是腰底三角 腰底三角 你看 我们也可以用韧帧去点次 0.4乘25毫米的韧帧 去点次 然后也可以用0.5乘75的原理针 平次扫一下 也可以两个都用 包括腰内三角 也是一样 我们找到肋骨 肋公 然后在这数据机的位置 找丫头点 找到以后呢 可以用韧帧点次 也可以用原理针平次 平次就可以 包括上面 甚至说肩甲下角这个位置 还有肩甲上角 内上角这个位置 我们都可以用原理针去评测 平次松解一下 就把数据机给松解下来了 非常的简单 然后这是我们的配套书 配套书上的每一块肌肉 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个单独 第一个人 是我们的一块 都可以用算